好,這是我寫的一本C元入門書 上禮拜我們有請應該有跟各位介紹另外一個 這個是林信良寫的書 其實很多啦,C元的書實在太多了 所以你網路上隨便找都可以找到一大堆 那我們上禮拜開始應該好像只看到了這裡而已 只看到了第一個範例 那各位環境應該都已經建構好了 我們就不再重塑 好,那接下來呢 你如果要寫一個回圈一樣的範例 那這裡是一個用File回圈的範例 做的事情就是1加到10 那C元的程式一定要有man 你沒有man的話,編譯一定失敗 除非你是寫函式庫給別人用 那不需要man 否則的話呢 你只要是需要執行的程式一定要man 所以主程式一定是寫在man裡面 那它會有include include的檔案 副檔名通常是.h 不像我們用node的話 不管是韓式庫還是主程式 副檔名通通都是.js 但是這邊引用檔是.h 那使用的時候呢 你用gcc 然後你的檔案名稱 然後輸出 輸出檔的名稱 這樣子 做完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叫wsound的檔案 那你再去執行這個wsound就可以了 在windows底下 它產生的檔案名字會是wsound.ese 那但是在linux或mac底下 它產生的檔案就直接叫wsound 就不會有不檔名 那在windows底下 你直接打名字就可以了 但是在linux或mac底下 你必須要打點斜線wsound 點斜線一定要加在mac或linux底下 好 那接下來這個是同樣做1加到10 但是它是使用後迴圈 那請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形態一定要指名 它c原沒有所謂的var 這種沒有指定形態的東西 而且你只要有變數 那個變數一定要有形態 而且包含函數 函數也一定要有傳回值的形態 只是這個man函數 我們並沒有真正return值 其實你是可以return0或return1的 但是也可以省掉 所以得到的結果還是一樣 那我們就稍微試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你用任何一個編輯器都可以 所以在這邊我還是用Widual Studio Code 好 那我們把它存檔 我放在桌面的c裡面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這叫上點c好 好 那你開啟終端機 切到你的資料夾裡面 切到你的資料夾裡面 然後先用GCC來編 接著點斜線上 OK 這樣就可以執行 那你編完之後 其實它會出現一個 就是你指定的輸出檔的名字 各位 可以一邊聽我講 你一邊試也可以 如果你有辦法這樣子做的話 也OK 那我就一路講 接下來呢 剛剛的那幾個例子 就是沒有函數的 接下來我們看有函數的怎麼寫 像這個有函數的一樣 你必須要有傳回的形態 必須要每個變數都有它的形態 那這裡有個問題 我這個N沒有形態應該是不會過 可是看來它好像過了 我們試試看 這N沒有形態顯然是不太對的 那我們來試一下 照理講每一個變數應該都要有形態 所以我覺得它的 剛剛那個例子怪怪的 會不會當初我寫就寫錯了 好 叫F上 那我們一樣 這時候改用F上 輸出到F上 居然過了 可是這其實是不太好的 N應該要有形態 所以 上次我因為受JavaScript的影響 所以居然忘記寫型態 不過 它預設似乎就是會把它預設成IFT 可以幫你預設可是不是很好 每一個變數最好都加型態 OK 所以呢 這邊 我覺得 直接把它改掉比較好 好 加上IMT是比較好的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它的IFT之類的 跟JavaScript基本上也是一樣 只是你每一個參數 一定都要加上型態 那 呼叫的方式 也跟JavaScript很像 但是每一個參數都要加上型態 另外 不要再用console.log 改用printf OK 那一直到這邊為止 跟JavaScript幾乎都是很像 除了型態以外 但是接下來就不太一樣 來看這個 這個 把前面那一個mass mass就是取大直 取a和b之間比較大的傳回來 前面用函數定義 現在改用define define這個東西叫聚集 這種聚集其實它不是一個函數 它是用展開的方式去處理的 所以 當你在這邊呼叫mass的時候 mass95的時候 它其實會去比對這個mass 然後把9傳給a5 丟給b 這時候呢 它會 直接把它代換成後面這個東西 也就是 9大於5 問號9 2.5 這個語法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語法代表 基本上就是一個像if一樣的句子 if a大ab a ls b OK 但是 這種語法比較精簡 其實JavaScript裡面也可以這樣寫 只是 很多人可能沒有寫過 所以 終於把 JavaScript and c都是有的 你可以試著 執行這樣一個程式去看看 像這裡我直接寫mass95 在這裡我寫mass38 它都會帶進去的 而且如果你 使用GCC 加e參數 去做展開 那 它會把它的 聚集展開的內容 直接 輸出給你看 好 那你就知道說 它這種東西 不是一個函數 而是一種聚集 好 那我們直接來 執行一次這一個程式 我叫做 Max Macro 11號 好 這時候呢 我們 看一下 有Max Macro ho 點斜線 是OK的 那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它展開的樣子 用這一行指令 MaxMacro 這時候呢 你會看到 多出了一個 MaxMacro.i的檔案 好 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i的檔案 你會看到一堆 這種 警字號開頭的 這都是布警 然後呢 那 展開了一堆 它 把一些 函式庫也一起 展進來 所以 要看到最後 你才發現說 OK 它其實 在這一段裡面 其實是用展開的方式 它並不是一般的函數 好 那前面這些都是註解 這 還有一些 函數的 原型定義 是在 stdio.h裡面的 東西 所以 才會有這麼長 所以 隨便一個C原程式 展開 其實都很長 好 接著我們繼續看 正列的部分 正列 在C原裡面 寫法 開始會跟JavaScript有點不同 但是 我現在這個範例的寫法 和JavaScript還是有點 類似 只不過 中括號變大括號 然後 後面多了一個 這個 腳括號的符號 另外一個是我們 在JavaScript裡面 常常用 A.lens 有沒有 點lens 什麼正列點lens 那個點lens 在C原裡面不能用 C原不是物件導向語言 所以 它沒有辦法用點lens 這種東西 那 這一個例子 基本上就會 印出 A0等1 A1等6 這樣子 全部印出來 那 這是基本的正列用法 接下來 看字串 在C原裡面 字串 也是一種正列 它是什麼正列呢 字圓正列 字圓 字圓 CHAR 字圓正列 就是字圓 然後後面跟著正列符號 這個寫5代表說 它最多可以放5個字 但是其實 當它最多可以放5個字的時候 事實上它只能放4個字母 為什麼 因為最後有一個結束符號 結束符號也算一個 結束符號是0 Archicode的0 所以 當你宣告5的時候 你只能放4個字 當你宣告6的時候 你只能放5個字 OK 好 這邊 這一個程式 可以做輸入 那 這個程式 可以做輸入 但是這個程式 你看我做scanf input 我們來執行一下 來執行一下 來執行一下 這個 這個叫做input 其實我裡面應該有 我再多加一個 這個昨天我有示範過 所以我直接把它取代掉 好 這時候我們看一下 好 那這時候 這個input 執行檔 存在 可以執行 然後它會等你做輸入 然後我就輸入 譬如說 1 2 3 然後他說 you input 1 2 3 可是怪怪的 為什麼後面是這樣 這原因是因為 你最後在in的時候 沒有換行 沒有in換行符號 所以它不會換行 printf不會自動換行 console.log會自動換行 printf不會 你想換行 你得告訴它 強制換行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得 重新編譯一次 記得 思議員的程式 你只要要執行之前 一定要重新編譯 如果你沒有重新編譯 你就會執行到旧版 這時候再來 就不會覺得那麼怪了 剛剛會黏在一起 有沒有 會黏在一起 現在不會了 現在不會了 但是 這個程式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欸 看起來沒問題 再做一次 欸 有問題了 為什麼 它告訴你叫做segmentation fault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分段 錯誤 什麼叫分段錯誤 這牽涉到作業系統 各位 應該還沒上過作業系統的課 你們的課程規劃表裡面 應該作業系統的課是在三年級 可能是上學期吧 那一門課裡面 會告訴你 作業系統設計的一些原理 裡面會告訴你 什麼叫分段表 什麼叫分頁表 分段分頁 怎麼樣進行安全性的保護 剛剛我做的這個動作 它的輸入超過五個字 超過五個字 會導致 它 會 可能會去覆蓋 覆蓋這一個 段落後面的東西 因為你明明超過五個字 可是你只分配五個字母給它 那它就會覆蓋到後面的東西 在這一個 程式碼的分段表 後面的東西被覆蓋了 作業系統一旦偵測到 它就會告訴你 你的分段失敗 因為你做了非法存取 所以才會有這個 segmentation fault 十一出現 所以 市議員裡面到處都是這種陷阱 為什麼我們 一年級上學期 不教各位市議員 就是因為這樣 到處都是這種陷阱 你除錯 你有時候會很痛苦 因為 你除不出來 有經驗的人幫你看 可能一下就過了 可是 你就是很難除出來 而且不只這樣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指標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更嚴重 那這一個問題怎麼改 我們稍微改一下 假如我今天希望輸入最多五個字 我應該這邊打%5s 但是在這裡我應該打6 ok 因為六個字母 才可以輸入最多五個字 所以我把它存檔 再重新編譯一次 然後再重新執行 這時候呢 我如果打1 2 3 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打1 2 3 4 或這樣 他就只會得到前面的1 2 3 4 3 五個字 不會再多了 後面的他會自動 略掉 ok 那這樣你的程式 就不會產生像剛剛一樣的錯誤 剛剛的那種錯誤 叫做反衝區異位 在資訊安全的領域 有80%的安全性漏洞 是由緩衝區異位造成的 為什麼會有緩衝區異位 就是因為你宣告的不夠 但是別人卻輸入了很大量的東西給你 所以這裡要特別小心 C元很容易造成反衝區異位 1970年設計的時候 沒有考慮到太多這種問題 但現在已經是2016年 46年過去了 我們還在使用C元 這個問題就變得比較嚴重 所以剛剛我們把程式換成這樣 就不會造成反衝區異位 OK那就繼續 自串看完之後 這裡其實C元有很多自串函數 這待會我們有空再來看 但是我先告訴各位 這裡收集了還蠻完整的自串函數 包含STPCPY、STRCPY、STRCAT 這些自串函數 每一個都有它特定的功能 譬如說做比較 STRCMP是做自串比較 那你沒有辦法 像JavaScript一樣 用等於等於來比較自串 你如果在C元裡面 用等於等於來比較自串 你就會發現 它總是給你錯誤的答案 所以在C元裡面千萬不要用等於等於來比較自串 你可以用來比較 等於等於可以用來比較兩個數字 但是你不能用它來比較兩個自串 自串必須要用函數來比較 你必須要用STRCFP 所以C元比較麻煩 並不是完全你照JavaScript的方式來寫 是不對的 再來 C元裡面也有沒有物件 沒有物件 應該不能說沒有物件 是說沒有物件導向 C元裡面只要提到物件的 都不是你想像的那種物件 所以當C元的規格書裡面提到object的時候 你不要以為它是物件導向那種物件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C元沒有物件導向 所以它有一種類似物件的東西 但是它裡面基本上不太能有函數 不太能有函數 那種東西叫做結構 STRUCT STRUCTURE的意思 那這種結構 它的寫法是這樣 我今天寫Type DEF 正是說我要把後面這個東西給定義 把什麼東西定義了呢 把這個STRUCT RRI 這一個結構給定義了 定義它的名字叫什麼呢 定義它的名字叫complex 所以從這裡定義完之後開始 我未來就都可以使用complex 這一個型態 因為我把它定義了一個型態 這個complex就相當於 我宣告了一個結構 這個結構裡面有R還有I 這兩個欄位 這兩個欄位通通都是double 代表它都是雙精度補點數 雙精度補點數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型態 這做什麼呢 複數的加法 還記得我們之前用JavaScript寫複數的加法 那我現在就可以把複數C1跟複數C2兩個加起來 加起來最後得到一個新的複數叫C 傳回來 你可以看到C的R就是十步 就是C1的R加C2的R C的I C不一樣就是C1的I加C2的I 這個加法是很直覺的 減法也是很直覺的 乘法在複數上面就比較不直覺 它的十步是C1的R乘以C2的R 減掉C1的I乘以C2的I 為什麼?因為I平方是不一 所以會變成減 那虛步呢 就是十步乘以虛步 加上虛步乘以十步 OK 那最後我們寫一個程式 print函數可以印出這個compress 而且我還留了一個欄位給它 印變出名稱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 這樣子在組程式裡面寫 像這些東西 這裡點R代表說我要設定 R這個欄位 點I代表我要設定 I這個欄位 用等於 不是像加Squit用兩點 這邊一定要加點 沒加點的話就會錯 但是如果你不指明 你直接寫1.0、2.0 是可以的 但是它會按照你當初結構定義的順序來篩 所以如果你用指明的方式會比較清楚 如果你不指明 它會按照順序來篩 OK 那這邊我們就呼叫了加、減、乘這些動作 執行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 那這個例子 基本上待會各位去執行 就知道我就不執行 接下來再看 剛剛的例子裡面 我們是把C1和C2直接整個傳進來 但是現在在這裡我們加了一個信號 這信號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信號開始各位就會面臨到C1裡面一個關卡 這個關卡叫做指標 這個信號代表 這個C1是一個complex的指標 而不是一個complex 它是一個complex的指標 到底什麼是指標 我們待會來看就知道 OK 這一個例子 跟剛剛非常的類似 只是它用指標的時候 這裡要改用鍵號 鍵號其實代表指標 透過指標再去存取另外一個物件 所以這裡改用鍵號 其他的都是類似 那在這裡你會看到 當我剛剛這裡改用指標的時候 我這邊呢 要加and 這個and不是那種邏輯的and 這個and代表取位置 我把O1的位置取出來 才能夠傳給一個型態為指標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裡加上位置 好 那至於指標和位置是什麼 待會我們再來解說 好 所以到這邊為止 各位開始有一個概念和疑問 指標到底是什麼 好 那接下來 直接來看 回忽 在我們教JavaScript的時候 我們已經講過回忽了 譬如說我們有做微分函數對不對 還有印象嗎 我們也有做積分函數 那微分和積分都會對某一個函數 做數值微分或數值積分 那這時候呢 我們第一個傳進去的會是一個函數 第二個是那個在某一點的x值 那它會算出什麼 它會算出這個square函數在這一點上面的微分值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它的宣告變得很複雜 長圍值是一個雙進度伏點數 ok x也是一個雙進度伏點數 但是它的第一個參數是一個函數 在JavaScript裡面我們只要寫f就好 而且不用宣告形態 在這裡你必須要宣告它的形態 問題是 這個函數的形態到底是什麼 這裡告訴你說 這個函數 我們傳的是一個函數指標 所以有加信號 函數指標 它的第一個參數是雙進度伏點數 Double 它的傳回值也是雙進度伏點數 Double 所以這一整串再告訴你 第一個參數是一個函數指標 ok 所以當我這裡寫df 我寫square的時候 它其實是會把square這個東西的函數指標傳進來 於是進去你就可以直接呼降 Fs加ds 減掉fs 跟JavaScript沒有太大不同 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所有東西都要有形態 包含函數 包含函數指標 也要有形態 那這個你去執行 就會發現 得到這樣的結果 一樣 積分 積分 一樣有個函數指標 但是接下來呢 它是一個範圍 從哪裡積到哪裡 所以有A和B ok 那得到的結果 也是很類似 ok 就是把微積分的方式 用回覆來實測 那當然你也可以寫出遞回的例子 其實我這個例子好像沒什麼遞回 但是 其實是可以寫出有遞回 但是我這裡好像真的沒有用到遞回 我們集體裡面有 好 差不多先到這裡 然後 等一下 我們就一次講完好了 一次講完 後面再讓各位去練習 接下來看引用檔 點H檔 點H檔 點H檔是 就是你在include這邊 所用的 那它是怎麼用呢 我們來看 在這裡 我們有一個matrix.h檔 美容是這個樣子 我在這邊include matrix.h 所以它會被我引用進來 為什麼要引用這些 你會看到 引用這些的意思是 它基本上都是一些函數的圓形 函數的圓形 而且它有包含定義 而且它有包含定義 那我們在這裡因為有用到 有用到這裡 這裡是 matrix.c 這個是 函數圓形 這個是對應的程式 對應的程式 再往下這才是主程式 這個主程式裡面 我有引用matrix.h ok 然後呢 我就可以呼叫這些函數 呼叫這些函數 然後去印 印出來的結果 我可以這樣執行 印出來的結果 我們來試一次就知道 這時候你必須有三個檔案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 要存成 matrix.h 那為了 我還是直接存在這裡面就好 我開一個新資料夾 否則會跟其他混在一起 開一個叫matrix的資料夾 然後我這邊呢 要 點h 點存起來 這是第一個檔案 再來 看第二個檔案 matrix.c 一樣我把它存起來 好 那 這個例子就比較長一點 再看matrix 的主程式 這個叫做man man man 好 ok 那我們這時候就要切過去了 確實有這三個檔案 這時候要怎麼編呢 gcc ok 然後h 看你要叫什麼名字 叫matrix 或叫man都可以 或你自己取名字 這時候你看到man出來 點斜線 ok 所以你這三個檔案 都存在的情況之下 你直接把點c檔當成輸入 點h不用 點h它會自動去引用 ok 然後把它輸出到 程式 或執行檔就可以 好 所以 可以有兩個點c 或三個點c 同時 當成輸入 最後 你用dash o 去輸出到輸出檔 就可以 好 那這是 有關於 比較多個檔案 而且有引用檔的時候 最後的做 那至於 引用檔這些東西 到底詳細應該怎麼用 這邊有一篇文章 就是 這邊 模組化的這部分 那 這些模組化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 待會你可以再去看 不過在這邊我要 給各位看一個東西 關於參數的傳遞 這裡 參數的傳遞 各位看這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 我先把a設成5 ok 接下來我呼叫modify函數 這個modify函數會把 參數s加上3 ok 那因為s就是a 對不對 a傳進去了吧 那所以s會被加上3 那請問接下來這一行 它印出來的a 會是多少呢 你認為是多少 你認為是多少 一個想法是8 對不對 因為你a 是5嘛 5 傳進去給s s又加了3 那s不就是a嗎 所以應該a就加了3 所以應該是8 那是錯 為什麼呢 答案是5 你在這裡面所做的更動 對這一份沒效 它只對s有效 對a沒效 為什麼 這要牽涉到 c元的參數傳遞方式 它是採用傳值的方式 在傳的 其實javascript也是一樣啊 你在裡面改是沒效 有印象嗎 只要是基本形態 你改就是沒效 但是物件的 你去把內容改的是有效 跟c元其實是一樣 那可是呢 這裡 我們待會要引出一個東西 我們來看 確實等於沒效 如果你硬要讓它 去改裡面的東西呢 你怎麼做 一個辦法是你用正列 因為正列呢 它傳遞的就是正列的位置 而不是傳遞正列的內容 所以這個a和這個s 會指向共同一塊正列 所以你把s0改掉了 確實它就會改掉 這個例子就會變成是8 但是這樣寫其實不是很好 應該這樣寫 不過這樣寫也不夠好 我們直接改100 我給各位看 這個我們就不要寫s0 我們直接寫信號s加等3 好存檔 好那我就把它存進來 這個叫做什麼呢 這個 剛剛這個例子 叫做pointer 叫做pointer 點c好 好那我們就這樣子 ok有 好這裡有問題 我們看一下 它的意思是什麼 好這裡說 好這裡說 mother by 到了這裡 好 control reach type 喔 return type 所以 是否沒傳回詞 喔對沒傳回詞 這裡沒傳回詞不行 好 所以我既然這邊有 有修改了內容 但是我沒傳回詞 那沒傳回詞 那沒傳回詞 在c元裡面有個型態 叫void void就是 無的意思 所以我們應該用void 所以剛剛的 程式 不夠對 好這樣就ok 好 那我們點切線 call by point 好 A0 等於8 其實不叫A0 應該是 星號A 但是你用A0也ok 這裡用A0或用星號A 都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取A的內容 就是取A的內容 ok 好 所以 星號是什麼意思 到這邊 在這裡代表是 其實這樣看不好看 不太頓 應該是這樣看 代表是 S是一個整數形態的指標 ok 那這裡的星號是指 我會取這個指標的內容 指標所指向的記憶體內容 ok 那這裡這樣子寫 是可以 但是也不見得很好 那另外一個做法是這樣 給各位看一下 我就A直接等於5 那我不要這樣寫 我不要寫modify 我寫modify 這個 欸 我怎麼覺得它有點怪怪的 全形嗎 這到底是全形 還半形 這個才是半形 剛剛那個可能是全形 小心全形 全形的話 錯誤很難查 好 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再來試一下 這裡就不用再寫 星號A了 我們直接寫A 好 這時候 再看一次 有個錯 他說modify and A 這個地方有錯 modify 喔 沒有分號 對 有時候 很容易忘記這個分號 好 ok 這樣子 這樣 這一個程式會比較正統 你不需要再經過一個正列 其實不必要 所以我們把這一個 直接 放進 裡面 好 那各位可以下課休息一下 我把它放進去 下一堂課 各位就開始練習 寫C語 我們剛剛講的已經夠多了 你兩小時基本上做不完 外科 是 我 沒想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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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 我 現場跟我沒關係 我就上學技術 好 阿彌徨,ヒナイス ,遺alo v 阿彌徨 dir 她死到死了 我強就是說 比一下這個技巧 也好 我不懂 我看 再給我兩個 她就是死了 她就是一個奇怪 也很緊密 不要緊張 這叫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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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跟你說過好一點 你怎麼這麼清了 我這個也沒沒 我這真的很厲害 你這個也不好使用 你這個也有什麼 太難了 你我們自己養的 是我的 你們這些 我去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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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